美国甲骨文公司坐不住了 不少人对甲骨文可能不太熟悉 它是实打实的科技巨头 全球最大的企业级软件公司 市值差不多4000亿美元 是茅台的1.5倍多 前两天甲骨文公开说 如果拜登总统的TikTok禁令生效 那么甲骨文的收入利润会受到 负面影响 说法很克制 但态度很明显 根据拜登签署的禁令 在一年里 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要么卖掉TikTok 要么在美国全网下架 TikTok在美国国会熬战 申诉 美国公司也跳出来对禁令说 No 简要交代下背景 TikTok封米全世界 也成为美国政客们攻击的对象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当年8月 特朗普就签署行政命令 要求字节跳动在90天里 剥离TikTok在美业务 微软等一杆美国科技巨头 都想买下TikTok 但最终TikTok看中了甲骨文 做法类似于苹果的云上贵舟模式 甲骨文成为TikTok的可信技术提供商 TikTok把美国用户数据迁移到甲骨文的云基础设施 进行存储和处理 因为TikTok比较敏感 所以甲骨文一直不肯透露合作的具体情况 有数据显示 甲骨文一年出租算力和存储设备的收入 大概有69亿美元 有专业人士就推算 甲骨文从TikTok拿到的年收入 可能在4.8亿到8亿美元 四年后的今年 又是美国大选年 这次在位的是拜登 学了四年前拜登的一招 朝TikTok开了一枪 而且更狠 不卖就近 上次特朗普行政令后 美国科技巨头们像秃就一样 对TikTok虎视眈眈 这次却不同 甲骨文主动站出来 表达反对意见 尽管说得很委婉 克制 这里还要交代另外两条线 一是特朗普和甲骨文的关系 特朗普有着强烈的反移民 反全球化的色彩 所以美国硅谷的科技精英们 基本上不待见他 但是甲骨文是个例外 甲骨文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拉里埃里森 形容特朗普是了不起的家伙 他还把自己的私人高尔夫球场借给特朗普搞筹款活动 和特朗普打高尔夫再合个影 10万美元如果想参加圆桌会议 和特朗普说上一句话就要20万美元 而且甲骨文在美国政坛的能量巨大 雇佣了20多家政治游说组织在华盛顿活动 所以凭着这层关系甲骨文抢先一步拿下TikTok的业务也不奇怪 二是特朗普自身 特朗普这次大选是公雷 所以在位时 特朗普大喊TikTok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要封杀 但架不住TikTok深受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喜欢 全美用户差不多在1.5亿左右 根据调查18至29岁的年轻人有62%使用TikTok 为了选票 今年6月1日晚 特朗普主动注册了TikTok账户 并且迫不及待地发了一条视频 视频里有人说总统来TikTok了 特朗普则回应 这是我的荣幸 注册一个月出头 特朗普在TikTok的粉丝就已经超过700万 发了三条视频 其中二条点赞过亿 搞笑的是拜登自己抢先一步 在今年2月注册了TikTok 视频发了一大堆 但粉丝只有不到40万 面对这样的拉票神器 特朗普也赶紧改口 年轻人记住 坏人拜登想把TikTok从你身边夺走 特朗普说他绝对不会禁止TikTok 不管特朗普也好 拜登也罢 一边对TikTok喊打喊杀 一边却离不开TikTok 简直是黑色幽默 接下来 差开下再说一个事儿 最近美国很多港口向拜登发难 原因是今年2月 拜登宣布为了美国港口安全 要在未来5年花200多亿美元 换掉美国港口再用的中国产起重机 因为拜登政府想象出天方夜谭一样的场景 中国远程控制港口起重机 收集美国的经济 甚至军事数据 甚至说这些起重机是特洛伊木马 今年5月拜登又宣布 要把中国产起重机进口关税提高到25% 问题是中国造的港口起重机好用 便宜质量好 在全球市场份额高达80% 拜登一张指可是害苦了美国各大港口 根据港务局协会的数据 美国有7个港口已签约 要购买至少35台中国起重机 如果按美台起重机1500万美元计算 拜登加征的关税会给港口运营商带来总计 1.313亿美元的额外成本 他们在写给美国官方的信里说 中国起重机无可替代 要求推迟或撤销加税计划 如果美国政府坚持对中国产起重机加征关税 那么只会导致负面结果 包括严重损害港口的效率和吞吐能力 导致供应链紧张 消费价格上涨 伤害美国经济 上面两个例子看起来没什么关系 一个是互联网领域 一个是制造业领域 但却有一个共同点 美国政府打压中国企业 但是美国企业却主动站出来 反对美国政府的粗暴做法 这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这些美国企业因为已经和中国产生了紧密联系 形成了共同利益 所以他们不愿意 也舍不得和中国切割 特朗普以来 美国在经济上搞有岸外包 各种科技 贸易打压 在军事上企图搞东亚版小北约 实质上都是想孤立中国 如何破局 文章里的两个故事 能给我们不少启发